五位你好,部長你好 那個為了重視這個避約 我們是人權公約的全約國,幾個人權的問題請教你,再來再問制度 請問,為了免除申請積壓被批評說過於腐爛 我希望你能夠統計幾個數字 反檢察官申請積壓 法院後來真的接受了也積壓了 最後被告卻被判決無罪確定了 這三年來的統計數字 然後這個統計數字最好是到每一個地檢署 甚或如果你能夠更精細的話 看到每一個檢察官看有沒有特別多的 我們知道他申請的標準是什麼 我舉個例子當然我這是看電視的 過去的個案內容不談 譬如說有一個法派部的大戶叫永哥 之前為了要打房說他漏稅 居然把他申請積壓法院也接受了 我實在就我讀法律我搞不懂是用哪個理由壓他 那拆來拆去唯一的理由就是說 唯一你就是可能依照積壓要件 你是認為說他可能跟人家串供 那標準到底何在 是舉這個例子 因為積壓這個問題 事實上我們大家讀法律的都很了解 這個過度濫權積壓 當然現在因為有法院在把關 但是法院的法官也很沒有人權素養 對於這個地檢署的生壓 對於檢察署的生壓案件接受的程度很大 他駁回的比例並不高 可不可以都做個統計數字給我 好不好 第二個 這個偵查不公開啊 就我的看法 常常在違背 大小案件都有 包括之前非常出名的 什麼馬基歐啊 或是說後來的是什麼火車趴啊 在我看來很多案件都現在被拿到媒體公審欸 那這裡面沒有違背偵查不公開的問題嗎 為什麼當事人被傳喚 檢察署的門口都堵著記者 然後或是說在這個 怎麼樣的單位 呈辦單位的門口都堵著記者 調查局也好啊 或是各式各樣案件 我現在不是單獨指哪個案子 那屢屢違背 我想了解這幾年來 對於掙扎不公開 查處的狀況是怎麼樣 查了多少案 處罰了多少人 還是每一件都是 好像是掙扎不公開違背 但是都查無實據 不了了之 沒有結果 難怪大家都不怕 這一方面的資料能不能提供啊 再來我想了解去年一年 法務部的所屬檢察署 向法院申請監聽的案件有多少件 法院準博的比例是多少 監聽完畢之後 向被監聽人發出的被監聽通知書有多少 這個案件的數量 然後監聽的時間 然後最後結案之後 這個監聽的監聽通知書的發給 有多少數量 這一部分喔 希望法務部 當然在折肩發福 在打擊犯罪這方面非常的重要 但是希望你們對於人權的部分要注意 這都是過去我們以前在司法委員會很重視的幾個問題 關於羈押 關於偵查不公開 關於監聽 那監聽 案件結束之後監聽票監聽的這個通知 現在是有法院發給還是由地檢署這邊發給 有法院 有法院發給 所以你也要跟法院要這個數字喔 好不好 謝謝你 再來要問幾個關於制度的問題 這也是本席聽到很多坊間的意見 那因為跟我談這些問題的人 因為我本身也是法界出身 所以很多我們的同事也好 以前的同學也好 學長學弟也好 都給我提過這些的意見 請問你們現在關於數灘案件 調查局跟連政署是怎麼分配啊 連政署呢 他是一個專責的連政機關 也就是說 他只限定於跟數灘 黃灘 黃灘有關的業務 其他的他就不介入 那調查局這部分的業務沒有嗎 有數灘 但是他調查的範圍非常的廣泛 不僅僅限裏數灘這一部分 那這個是大類的區分 那至於真正有關數灘貪圖這一塊呢 我們內部也做一個簡單的分工 怎麼分 那個公務機關 我們限收連政署只能 他數灘的對象只能 在公務機關內的貪圖行為 你的公務機關的定義是到哪裡 民意機構算不算 譬如說立法院本院算不算 也應該是屬於公務機關 也是連政署管的範圍 是 但不是連政署管的範圍 他是說 他要辦的話只能限定這一部分 那調查局當然也可以辦 那依照法律上面 有身份的人跟無身份的人 共犯這個犯罪他也是可以辦啊 所以 那就是相關聯的 關聯的就可以 那不是理所當然的嗎 貪圖當然是裡面一定有公務人員當證犯啊 不會兩個都是私人 就變成有貪圖案件 所以 我現在是問你 貪圖案件在連政署 連政署跟調查局的分配 我現在簡單講啦 你講的這個連政署 他是一個專者 專門在辦這個數灘 這個我了解 但是調查局也有這個業務 我接到很多的反應是這樣子啊 機關遇到什麼案子先移給連政署 連政署辦不下去 爛爛辦到開花梯給調查局 說調查局你再去辦 所以很多的同仁很不滿啊 是 我們請調查局長 談談有這樣的狀況嗎 還是我們請 我的 我以前在地鐵署實習的 我們的 實習的是我的指導老師 我們的州 我們的州 市長給來談談看啊 有這樣的狀況嗎 請 我們 調查局 張局長 還有 為什麼有這麼多人 跟我反應這樣的狀況 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兩個人是 巴地巴地 感情很好 我想我跟 張局長都可以 都可以講 沒有這樣的情形發生 那我說明一下 這可能有一些誤會 現在 媒體有報導過 就是關於 維標跟一般不法案件 調查局跟連政署的分工 這個 事實上我沒有協調過 然後 部理也有開會 也協調過 那後來的結論就是說 因為連政署有個組織法 它是說 貪毒及相關犯罪 所以如果不是貪毒及相關犯罪 連政署處理是沒有管轄權的 以法無據 所以後來協調的結論就是說 是不是貪毒跟相關犯罪 如果有疑義的時候 就由指揮偵查的檢察官 來決定 那他說是 連政署辦 或是調查局辦 或是一起辦 大家都同意 這就是部理協調出來的結論 周署長 我跟你反應一下 跟我陳述的講法是這樣 因為署裡面配了很多的檢察官 檢察官跟檢察官之間的感情是很好的 案子辦不下去就提給調查局 調查員跟我這樣反應 那張局長你說沒有這樣的狀況 那為什麼你們局裡面的調查員 是這樣跟我反應 我想那是因為他們誤會的這個 對這個狀況並不是很良 基本上來講 所有的案件 都是係數在檢察官手上 那指示就有說 連政署他本身 你這樣講當然是 我是覺得我們學法律的 你不要糊弄我 你偵查主體是檢察官 當然所有案件都係數在檢察官手上 問題是你還在偵辦當中 移給檢察官 是要等到成熟才移給檢察官啊 你還沒有偵辦成熟 你就馬上移給檢察官 就叫檢察官從頭辦到尾 檢察官是有降沒兵耶 他也沒有辦法直接到第一線去調查證據啊 很難啊 他一個人的能量這樣是很難的啦 我跟委員報告 現在很多案件 實際上案件剛開始發動偵查的時候 檢察官就開始介入了 不是說司法警察處理告一段 以後才移給檢察官 現在慢慢的 所以 廉政署成立的機制就是說 幾乎是檢察官就是開始提前辦案模式啊 但是調集這樣子的案子也越來越多啦 也都是直接就 特別重大敏感的案子 馬上就會請檢察官指揮偵辦 所以也就是說 以局長跟署長你們的看法是說 現在完全沒這個問題 因為在2月7號已經召開過協調會議 那2月7號以前的問題 可能是之前人家跟我講的 2月7號以後沒有問題 對於 維標還有一般性的案件 在這個地方 當時沒有明確的規定 所以在執行上來講 大家會有一些爭議 那從2月7號 由城鎮市召開了以後 就整個現在都已經確立了原則 好謝謝請署長跟局長回座好不好 部長我們再繼續齁 你跟檢察總長黃總長的關係怎麼樣啊 好多檢察官跟我反映說你根本沒辦法領導他 說你們兩個根本就槓起來啊 大家意見很不一樣 我們前來沒有槓過 而且我們 因為他比你 他比你直通天丁 你不敢槓他是不是 包括連人事問題都在內 我們各有不同的職長 他管檢查具體個案的指揮 那我管檢查行政方面的 那檢察官的調動呢 誰能夠當高檢署主任檢察官 誰能夠當什麼職務是你在決定 還是他在推薦啊 因為檢察總長他本身之外 他還可以指定我們關係檢察官調動 升任主任檢察官 升任二審的那個委員 他還可以指定一部分三名 連他四名 所以他在這個整個的運作裡面 也有相當的影響力 也有相當的影響力 也就是說也有可能把你架工啊 會討論 事先我們會經過討論協商 我聽起來不是這樣耶 我這樣在這邊質詢是比較不好意思 因為我有很多內線啊 我本身私訊所29期你也知道 我們在事發體系裡面很多朋友嘛 我是想替你出口氣啊 謝謝 這是不可以的 制度的設計怎麼會是這個樣子呢 我這樣很後悔 我當年就同意去設立這個特徵組 我是認為說特徵組要廢掉你同不同意 特徵組如果把它廢掉你同不同意 我來提案 我們來檢討 這個特徵組這個實行變成已經太上了 所有的繼承檢察官都在不滿了 一千多個檢察官好像都默默無聲 剩下特徵組在那邊 在那邊 在那邊耍 然後就檢察中的那一個人在那邊混 我連我們這個劉炸豪 那劉法官啊 那是34期的 大家都這樣的感覺啊 弄這樣子的特徵組是 本來目的是希望學日本的這個東京地檢的特徵組 結果現在變成什麼樣子 你整個檢察官的體系都變成設立了個東廠 外面都要講得多難聽啊 辦律不辦藍 以前我們還沒有設立之前 這樣子的風車還沒有那麼大 現在怎麼變這樣 那內部人是說哇 跋扈的不得了 非常的強悍 你駕馭得了嗎 還是你有辦法跟他溝通嗎 我們溝通良好 你們溝通良好 但是我聽到的消息不是這樣啊 連誰要當什麼樣子的職務 都是你身邊最重要的職務 他不同意你還得想辦法 還得不甩他 還是得給他硬槓 最後還是照我的決定 對啊 所以可見有硬槓嘛 你承認有硬槓 所以表示沒有什麼不合的意見嘛 因為你比較可憐啊 你得來這邊 依照現在 那檢察中長不用來 所以你是來擋子彈 官他在當 直選他在做 這樣制度是不可以的 所以 如果我提出廢除特徵組的 這個樣子的提案 希望法務部能夠支持好不好 我們會請 陳老師順重研究 好謝謝 謝謝